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宠彤 从金融风暴以后 突然流行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宅经济 所有的经济行为 都在家里头完成 宅在家里头 那么连运动 休闲 游戏 也可以在家里面解决 怎么解决呢 透过网络 线上游戏 所以很多的家庭祖父会说 今天这种主题跟我们有关吗 当然有关 想想看你的老公 多久没有碰面 想想看 你的小孩现在六点到七点 对不对 他应该下来吃饭 他怎么还不吃饭呢 还不下楼 还闷在房间里面呢 今天的主题跟您息息相关 叫做是魔力十足的线上游戏 Magic 所以今天我们探头内 可能跟您的家庭和谐 生活性 亲子关系 有着莫大的关联 请注意 注意我们今天会发生所有的事情 马上介绍我们 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众议员 欢迎 汉味基本明显 唱唱国民幸福 耶 好的 好的 五位中文院的同仁 首先来做一个明明调查 我们里头有这个爱玩线上游戏的请局者 吴须玲跟少年宇 就你们两个 女生不玩对不对 吴须玲你一天能玩多少小时 一天平均大概四个小时左右 四个小时 你在念书吗 我上班了 那就下班的时间 还是冬天有上班时间 下班之后就吃饱饭 稍微休息一下就开始玩 是 那明亮博你 你是不是在线上游戏 知道啊 知道吗 是在纵贯线上玩那个 那个纵贯的游戏 我知道但是我本身不玩 我这样问一下 身边有人因为线上游戏 中毒的请局者 就明亮博没有 好来手放一下 经理表妹您是谁重 我朋友重度好深 怎么样 什么情形 因为她长期这样子玩 我记得她一年就花掉五十几万 哎呦 对 然后她整天坐在那边 一直坐长期下 她就自创发作 然后就去开刀啊 所以她开刀住院都只能趴着 正常的工作她都不能做了 所以她趴着还是照文 没有 她就趴着 而且我记得最离谱的一次 那个有上头条新闻 就是她们在玩 她们好像都有戴耳机 戴耳机 我知道好像网咖里面都坐得很舒服 可以戴耳机 所以她旁边什么 她那一天她PK了三天三夜 可是她旁边那个暴斃的 她都不知道 她在网咖 她在网咖 然后她在玩的时候 旁边的那个暴斃的 她都不知道 好啦 这个网路游戏有时候真的玩的 适度的话是休闲 调剂 可以放松心情 但是过量的话 你看有玩到暴斃 有玩到发生很多的 很多的我们在那个社会新闻都有看到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要玩网路游戏 而且尤其像这种 我们所谓线杖游戏 它的产值一年一百多亿 而且还不断地在成长当中 我们今天请了几位专家 第一位呢 她好像原本是玩卡 后来变成了是 也应该算是专家 而且也算可能会变成业者 是我们演艺圈的前辈 电玩教父 施文斌 施文斌 斌格 你好 施工 大家好 斌格 第二位是我们这个 知名的这个网路论坛的 网站里面的副执行长 卡森哥 大家好 我是卡森 大家好 再一个是我们的 著名的网路游戏的公司里面 也算业者的代表了 Iris 你好 我是Iris Iris您好 嗨 今天穿的很不一样 能够出来我这边 让我们看一下吗 来来来 你们在公司带着什么职务 总经理 你 你 这是公司的制服吗 不是 因为我们公司 其实都很喜欢扣子 对 你是Cosplay 对这是Cosplay 这是初音 初音 初音 初音未来 等一下 经理你知道初音未来 因为我儿子就是很迷初音未来 电脑那个下载那个什么 桌面也是他 然后家里摆的玩具娃娃都是他 你儿子几岁 十六 十六啊 你儿子今天如果来录影会嗨翻 拍到真正的初音 因为他都会跟我 妈妈我跟你讲 我最喜欢就是初音 初音是谁啊 初音是谁 后来是一个娃娃 我说娃娃 初音就是这样这样 是哦 他红到什么程度 其实他是一个动漫的人物 但是他已经可以自己出专辑 自己拍演唱会 对对对 动漫人物出专辑 是啊 开演唱会 是的 在日本 对 然后有人去看吗 有 爆满 对 真的 所以这明朗不你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初音未来你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现在能看到 你初音你不知道 留音 你整他后有那个 留学音而已 有啦 有啦 你看你整得有水吗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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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的好嗨 好嗨 所以你喜欢这个角色 哦 对啊 我们很喜欢扣时初音这个角色 是因为他的粉丝非常非常多 粉丝非常多 对对对 而且我们公司还会有男生来扣时这个角色 是 上班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啊 他经常扣时来上班 而且他是一个男生 身高大概有一百八十几 然后但他都扣时女角 好开心哦 对啊 如果有这样子的工作 少年语你毕业会愿意来吗 会啊 明亮博你会愿意吗 愿意啊 因为你不扣时 你两边看就好 不不不不 我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啊 你扣时歹徒啊 好啦 这个今天这个打扮 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对不对 这是一个兴趣 然后也变成专家 来欢迎欢迎 来请回庆 谢谢 漂亮 好 这样子我们要先聊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网路游戏 现在讲说真的无远佛界啊 那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到 在网路上玩游戏交朋友都可以 都可以做 那现场我们今天是有两位有 线上游戏的经验 那另外三位即便没有也有 旁边有很多人爱玩 有的人甚至中毒很深 长到痴疮了 还开跑 先简单来Q&A 问一下大家对这个线上游戏的了解 有多少好不好 准备了 对的举圈 错的举差 快问快答Q&A 第一题请问 线上游戏自动练功程式 我们简称叫外挂 对还是错 请举牌 这可能有点为难我们明亮谱 全部都圈吗 正确解答 有请我们的 有的是答人 那个我们请我们的贱人好了 他什么 本名叫贱人 我本名叫贱人 我本名叫贱人 尔东城嘛 也没错 很健康又有仁爱的人 对不对 对对对不好意思 麻烦这位贱人来回答一下 答案是正确 圈 正确的是圈 就叫外挂程式 哎呦 明亮谱你答对了 我作弊 第二道题目 请问 线上游戏有很多英文代号的缩写 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 比方说Energy代表精力 我量个贱你听好吗 明亮谱 Energy你听好吗 用用的啦 精力啦 是 就是那个Power Power你知道吗 好 请问SP代表在游戏当中的 血量 血的量 血量 对还是错 请举牌 好这时候答案有不太一样的了 我们少年宇跟精力表妹分别都是圈 其他三位是X 少年宇有常上 上线玩游戏吗 你怎么跟精力表妹答案一样 来 正确的解答有请我们的教主 教父 兵哥 那个少年宇 你一天花五个小时 你是白花五个小时 SP是经验值啊 HP才是血量啊 没有因为打太认真 真的不会做 不管那个是什么 你游戏厉害 但是英文太烂了 正确解答是错 好 两位打错的抓到了 加油 第三道题目 请问 线上游戏衍生出的交易纠纷包含 虚拟账号 宝物 道具等等 都被认定是 动产 只要是针对这些物品有诈欺或窃盗行为 都可能被依刑事案件来处分 对还是错 请举牌 全部都答全 正确解答 有请建人哥 哈森 政府在前几年 台湾政府在前几年 已经将这些虚拟道具呢 已经认定成有价的资产了 所以答案是 对 恭喜全部都答对了 来 最后一题 请问 玩线上游戏 会说要连上伺服器 这伺服器 通常是指的 运行伺服器软体的特定电脑 括号或者是硬体 对还是错 请举牌 你们没有你确吗 确定吗 确定 正确解答有请Iris 答案是对 没错 就是伺服器就是我们 运行游戏的软体和硬体 恭喜你全部答对了 好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考验当中呢 大家几乎都答对了 那号称天天上网 5到6个小时的少年语 跟我们经理表妹 各已一提落败了 好的 好 所以你看啊 这边有时候年轻人玩游戏 你就知其人不知其所以人 对不对 给你来个嗨一点好不好 哈哈哈哈 说真的导播请带特写 这脸型还蛮像的 哈哈哈哈 有没有 感觉这带的不会 脸不会不舒服耶 来带起来 那来啦表妹 带着带 对啊 让你们了解一下 来我们这边 因为这个节目 就是要教大家最实在的招数 最实际 而且还要实用 如果你们今天表现太虚的话 就没机会把这个真面目 是人就要这样带着 表现好 我们随时可以拿掉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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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快争取表现的机会 待会要不就发问 要不就有什么经验 跟大家分享 要不然你妈不知道 今天有来录 老师会说你撬罪 好不好 其实他老婆 我会打电话来感谢我 自从他 就是玩了剩下游戏以后 他开始回家了 而且一个月只花十几晚 花十几晚 花十几晚 最近在台湾有一款游戏 挺可怕的 才刚发行一周 刚上线 二十万套全部卖完 抢啦 排队啦 然后请人代买的 有的公司啊 甚至就是干脆我们休假一天 让员工去玩到爽再回来 你不要再给我 啰哩巴桌或上班要请假要干嘛的 教父 有这么严重 有这么好玩吗 是真的很好玩 你知道那套游戏吗 我知道 就很暗又很黑的那一套 对 这套游戏 我是 他第二代的时候 我是 我是 美西伺服器天梯排名第一的 玩家之一 对 哇塞 你玩这么凶啊 对 因为这个游戏的名称 其实它是源自于西班牙文 那西班牙的 地狱的恶魔的意思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叫Diablo 那它一代的发行日期是1996年的12月31号 然后二代呢是2000年 然后它的资料片是2001年 所以在2000年跟2001年那个时候 我上天梯第一名的 游戏角色就是这款游戏 那后来也就是因为这款游戏 有曝光 然后游戏研发公司 送给我一个亚洲荣誉会员的奖牌 所以我就开始主持电玩节目 然后帮游戏做配乐 然后一直到等了十年 才等到三代的上司 你太恐怖了 我请教你一下 你要写歌 创作嘛 对 然后有老婆有孩子 有 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很好的 很尽职的爸爸 是 我尽量这样 都会送小朋友上下学 对 你要创作要玩游戏 你一天 你有时间上线上吗 婚前其实一天 如果说没有通告的话 婚前一天是花将近十二个小时左右 在线上 那结婚以后呢 现在每天大概 牺牲一点睡眠的话 大概一天至少有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时间 你现在还能五到六 可以的 可以的 尽可能的去控制时间 比如说小孩子上学放学 吃饭 然后洗澡 然后教他们写功课的时间以外 然后比如说 他们就长到爸爸 太太有的时候要买东西 所以我就当司机一样 那除此之外 只要是自己的时间 通常都是小孩子睡 那我就会有一点时间 奇怪耶 这个 能够当一个艺人的身份 而且是创作又是实力派的歌手 你去年还发专辑嘛 对不对 你能够玩到 听说有粉丝团 有 是你的这个教父的粉丝团 是是是 非常非常多 那其实这段时间也蛮 觉得有点 心里面有点怨言 为什么 去年发片 好不容易就是花了很多钱 然后拍了很美美的MV 在部落格上面PO了自己的MV 那点阅了大概几百个 嗯 然后这个游戏一上市 我一上我一上网去 写了一些也写了一篇文章 订阅就是PO1 就直接就差这么多 哇塞 我再想一想 我就干脆不要发片 真的不要发片啊 哈哈哈 对啊 发片了几呢 你直接上线上 不行啦还是有歌迷啦 还是有歌迷 音乐还是要做 但是游戏还是一定要玩 因为自己非常热爱这款游戏 卡森先生 您是怎么看待 现在这个游戏的问题 就是它产生了一些社会现象 嗯 其实就像刚刚斌哥说的啦 其实我觉得玩游戏 自己要能够 够掌握自己玩游戏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一样就像父母 你与其去限制小朋友玩游戏 不如先去了解他们玩的是 什么线上游戏 那这样我们的会 我们这个网站上会员难得多 爱人记得多 我们的会员人数 大部分是男生 男生占七成 可是因为最近的 像手机游戏啊 或一些网路上的游戏 社群游戏其实变多 女生的族群 其实有慢慢增加的趋势 你越来越多 对 那大人多还是 就是上班族多还是学生多 还是以十五到二十四岁 就像我们刚刚少年也这样 还是以学生的族群最多 对 那在线上都讨论什么东西 其实讨论的类型蛮多的 大部分还是讨论游戏的内容 比方说我今天要去哪边 打什么网啊 或者是去哪边练功比较快 可是也有一些 比较生活化的话题 比方说是 最近很疯的话题就是 我要去哪里买得到这个游戏 可能大家说 可能哪里的便利商店 进了两套 大家就全部人往那边涌 然后大家会留言说 两套又买完了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这样的话题 买到了人生是彩色的 买不到了人生是暗黑的 对我没错 少年宇 你知道这个网站吗 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你不太清楚 你连血量你都不清楚 你说你一天玩五六个小时 你上的是色情网站是不是 不是 我对你好一点 你打开 好好认识一下我们 认识一下我们这个网站的负责人 因为我有时候不太了解 网站的东西 我们的获利是来自于 广告收入 我们网站 足够的流量在论坛上 那获利大部分 都还是来自于广告收入 广告的收入 一小部分是来自于电子商务 所以只要我遇到了 在打怪啊 或者是玩game的问题 我就要上这个网 对 然后很多人会来给我解惑 对 因为其实大家习惯 台湾的学生啊 尤其是这些比较年轻的 网路族群 他们习惯在网路上面发位 那希望从网路上获得解答 所以游戏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询问 问问题的一个主题 所以大家都会上我网站 来做讨论 好 讲到这样游戏 大家都喜欢玩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头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赚 或真的这么吸引人 有的人是玩到爆肝 有的人是玩到暴毙 来 Iris 嗨 在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遇到 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这种情况 一边玩家来买东西 或者是说 等我们的产品 有到什么样的疯狂的状态 其实我们之前有遇到过一个玩家 一个月除值出了一百万 他就先把一百万现金除值进来 不过他当然也是分次数 就可能一天三万五万这样子 然后到一个月结束 他除值了一百万 他是很笨吗 完了就输 不是啊 因为他想要让自己变得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他就一个月之内花了一百万 对 然后我们有遇到过一些玩家是说 就是他老婆会打电话来感谢我们 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老公以前都是外面上酒店 然后去打牌 然后一个月呢 就是要花掉三四十万 而且我们家里面老婆小孩都看不到他 自从他就是玩了这张游戏以后 而且一个月只花十几万 所以我们创造了他们家庭的和乐 其实有时候很简单 你不一定要勉强 对不对 老公爱出去那个地方 你把家里布置成那个环境 你就换上那样的衣服 以前懂自成 去那里不是硬体的问题 是软体 要改变是不是 对 你讲到我不知道怎么接 真的吗 因为我是怕大嫂看到这个 你可以的 大嫂很清楚 很清楚是不是 来 我们先来问一下 金妮 对 我想问对面的初音小姐 像她这样不断不断的这样投钱下去 像她比如说她这样投了一百万 她这样有回收 像我儿子会跟我讲 妈妈你给我钱 我要去买东西 可是她会有回来吗 像我们以前打弹珠 她还会打到那个红灯 她还会掉钱 那这个会吗 你那个档次太低了 打弹珠那个是夜市的那种 你跟我们这不一样 对 我就不懂这个 好像可以赚钱吧 对不对 Iris 对 其实现在游戏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假设说她一百万拿去 打了一整套装备 那也许她就是会变得很强 然后强就会打到其他装备 最后她可能用两百万可以卖掉 真的喔 对 这个心里的东西有钱 那我听说好像有人就是 现在是靠在什么线上 帮人家玩游戏 帮人家什么 养什么东西干嘛的 然后还有什么 夺了宝物之后再卖的 对不对 对 我们叫做代恋 代恋 代恋功 对 像这个 我们在讲这个网路游戏 这边是有妈妈的 为了小朋友问的 女生好像我知道 如果真的陷入的话 不输男生 我们女生有什么比较疯狂的 在玩游戏的这种事情 这种例子上面 其实现在女生 大部分都喜欢比较萌一点的游戏 萌 对 就是可能只有三头生 然后娃娃很可爱 对 因为很多男生在问说 那什么游戏 女生比较多 其实就是那种非常萌的游戏 女生就会特别特别的做 那个我就看过有一个女生玩家 对 因为她是在里面扮演她自己的角色 然后穿衣服 那因为你在里面跳舞 听音乐 所以说你的女生娃娃很可爱 她里面有很多很多用现金 去买的一些服装 那就因为这样子 也是有这样出值出很多钱 也是这样子一下子就是 十万一百万这样出 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喜欢这个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商城里面 所有的衣服 她全部都要买一件 然后变成她虚拟的一个衣物柜 那些都是假的 她还这么投入 我讲假就是虚拟 对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 我们也特别担心是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直接去问 这位玩家 就是问她说 就是说如果是太年轻的 万一这个拿了爸爸妈妈的钱 然后花了这么多钱怎么办 基本上很多游戏公司 基本上她还是会去 如果说像有这种超额的儲值的时候 基本上会关心 关注一下 对… 那你说刚刚那个 该退回 该退还给家长会退回 东北有三宝是什么 人生 貂皮 乌拉草 对 然后这个游戏有新三宝 新人生 新貂皮 新乌拉草 新乌拉草 我知道韩国现在是全世界游戏 最大的一个 在整个不管是在创意上面 还有在那个他们的产值上面 好像是非常大 对 因为他们政府有补助 有嘛 有协助这个产业 韩国人很疯 然后听说韩国艺人也很疯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民族性不一样 像韩国人呢 他们玩游戏呢 线组游戏 基本上他们就是喜欢PK 也就是说他的等级比人家高 然后他的装备比人家强 他把别人打死了 或者把战胜别人 以战胜别人为乐 他打输了请假裁判来吹假哨 但是他们就是以赢别人为乐这样 他们的民族性是这样子 然后呢 那日本人 日本人就比较不爱玩线上游戏 日本人比较喜欢玩TV Game 像PS3 Xbox这种TV Game 对 都日本传出来了 那台湾的玩家呢 又跟其他的地方民族性不一样 像过去有一款游戏 那个时候也是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刚开始的一个叫做 仙境XX 这个游戏也是第一开始 有一个Q版的线上游戏 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台湾玩家进去玩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这个游戏发生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游戏的三宝 人家说东北有三宝是什么 人生雕皮乌拉草 人生雕皮乌拉草 东北有新三宝 新人生新雕皮 新乌拉草 这个游戏也有三宝 叫做断线雷格修品 那谁玩呢 但是问题是因为很可爱 那个时候又没有别的游戏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UFO的玩 但是呢 发生一个问题是从此可以 由此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玩家其实跟其他国家 玩家不一样 怎么说 台湾玩家呢 像韩国玩家只要是 赶快去充等 等级练高了 然后装备练强了 然后可以打赢别人 台湾玩家不是 台湾玩家全部挤在新手村 或挤在城市里面 挂在那边做生意 卖东西 然后就 就断线雷格修不好 这个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然后他们就 游戏公司就请了这个 这个韩国的原厂的 研发厂的这个工程师 来台湾来看 然后那工程师就纳闷 奇怪 为什么你们这边的玩家 不出去练功 全部挂在新手村里面 卖东西 卖东西 在市场 你们台湾人都不练功的吗 就有生意头脑 对 就台湾人就喜欢有生意头脑 台湾人就喜欢利用 只要现场游戏有人玩 就喜欢在游戏里面赚钱 所以台湾玩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所以你自己经验 演艺圈有哪些人跟你一样 很疯这个 也是蛮多人都会玩 就像之前魔兽XX 就是秀兰玛雅也有玩 然后淑妹也有玩 然后张厚军也有玩 对 张厚军也有玩 但是他们大概时间没有我长 时间没有我长 那好像还有一个黄登辉 最近 他也有听过他有玩这个游戏 反正生完小孩了嘛 对啊 线上游戏玩得比床上游戏还凶 还不需要理 以前像D2在流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习惯上 别人就是 譬如美国啊 还是其他人的房间去玩 尤其韩国人的话 会蛮故意的 他会恶意 PK你 PK你 对 然后变成是说 常常容易在D2上面 会发生就是台韩大战 台美大战 对 对 然后尤其台湾人又 一般都是不服输 所以通常都是在被他欺压一阵子之后 我们就突然就会大爆发 就突然变成厉害 然后可是 过一阵子之后会突然发现 韩国人他常常就会把我们弄断线 对 那他们有 那裁判他们请的 对 对对 尤其现在D3更严重 因为D3的话就常常一上去 就被断线 所以莫名其妙要断线 因为现在伺服器是在韩国那边 对 那就正常了 对 那我们跟美国那边反映的时候 也是一直都没办法处理好 对吧 有这种现象吗 其实不能说伺服器 应该是说亚洲伺服器 以这款游戏来说的话 这亚洲伺服器是放在韩国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其实 你不要说游戏业者 连我们不管是负责销售的 做讨论区的 我们都没有料想到这款游戏上市 会是这么样的红 而且它是加倍的红 它的销售量是没有办法预期的 所以连厂商也没有办法预期到 造成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的确伺服器 没有办法承受负荷 变成你花了一千多块钱 买了游戏回家 但是你没有办法玩 对的确是最近有这样的 就会有很多纠纷的问题 对 我听说有一种 我练功练到一半什么 已经快要得到一个宝物了 假设它价值30万 突然之间如果像刚刚说 伺服器断了或什么 那之后会不会就不见了 它就会消失了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讲回溯 就是可能你今天已经玩了 你已经打到这个宝物了 结果你在进去玩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跳回前一个关卡去 这个都是可能因为伺服器 它没办法承受那么大的负荷 所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那你可能就很傲 因为你就算再花那样时间下去打 你也不一定再打这样的宝物 那初音乐怎么办 这几遍啊 其实我们公司 有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状况 然后那一天呢 整个办公室所有的电话都在响 然后客服就整个崩溃了 伺服器断了 对对 就是它回溯了大概几个小时 然后就可以把我们客服部 整个崩溃掉了 这怎么找 我如果跟你讲 我30万不见了 我的宝物不见了 对 因为回溯的状况就是说 你已经打到的东西 但是它会消失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客服也没有把它帮你找回来 可是在我们公司运作 就三年只搭身过一次这样的状况 所以最好一边打 一边旁边有监视器录影 对 基本上伺服器它都会有一个设备 基本上 记录 它会有一个电池记录 那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电池不可能永远一直记录 一直24小时的每一分每一秒记录 它可能就是说每天大概 24小时里面可能有 有一个定点的时间 然后它会做 在过去这一天来它做一个备份 所以当你如果是在 如果说这个游戏它是24小时 它就会记录一次的话 那有的是一个礼拜记录一次 所以那如果说你要玩游戏的时候 你大概要知道 这个游戏它的 它的公司的这个做法 流程是什么 那你本身有遇过那种吗 伺服器正在嗨的时候 快要高潮的时候 就是钱快赚到了 结果断掉了 有 就是那个某某世界 那个副本 最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40个人的副本 那个时候60几 40个人的副本 等一下 什么叫副本 副本 副本其实就是 游戏它是一个地图 虚拟的地图 然后每一个玩家在这个里面 譬如说从哪一个 哪一个国度到哪一个国度 然后它是地图 那除了这个地图以外 那它有一个是属于 特别的一个 专属的一个主题的空间 譬如说我今天要特别 我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假设说今天是唐山藏西天取经 它经过了某某的蚕丝洞 蚕丝洞 蚕丝洞这一个 它这个洞里面 可能是一个副本 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怪兽 那你必须要 大家全部集合在一起 一起 然后各司其职 然后通力合作 才能够把这个网推倒 那推倒了之后 这个网可以 这个喷出来很多很多 有价值的保护 对 所以大家一起集中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副本 所以打副本的意思是 所以打副本的意思是 打副本其实就是 这一个团队 不管是多少人 然后传到一个特地的空间 然后一起来攻打副的东西 对 这叫打副本 你们都懂 明亮博没有 就是 揪团来拍的对吧 特别定一个主题 这样说得对 好 然后接着讲 你刚刚说那个 前面那个事情 我忘记了 你忘记了 你讲到副本那里 之前 你也忘记了 你也忘记了 常上网会就忘 我被你打岔我就忘记了 会忘了 但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要问你 你知道 我也忘了 对 所以其实重点 我们把打副本的 告诉大家就好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 怪怪的名字 但是你讲说 这个宝物我们要 儲值要干嘛 你自己知道印象当中 儲值或者是说 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一次赚到的钱 最多的或是 那个网上交易的金额 现金台币 大概多少钱 我知道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台湾的第一个 最受欢迎的 线上游戏 刚开始的是 那个的 那个游戏后来开了 非常非常多的伺服器 是 那台湾有非常多的玩家 那当时的这个游戏 的第一个伺服器 里面的第一个层的层组 它光光卖他们 每 它的层每一个礼拜 有那个税收 就是它那个层的范围里面 所有的商店 卖玩家的东西 基本上就有税收 所以它是国王 所以它有税收 那它每一个礼拜的税收 有非常非常多 它光光靠 这个游戏的金币 它在台湾是 蛤 你讲的那个城主 它本身也是玩家之一 对 它玩一玩 就像你说什么打副本 我们就一起 那个游戏是一个城 打一个城 你打赢了你就变成城主 那你们来这边 我这边等于变我的子民 然后卖东西我要收税什么 它就在台北市买房 对 最高金额 我这是听说 但是事实上就是 实际的交易金额 我是听到 那游戏公司都不愿意 去捧磨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希望 其实游戏是这样的 单纯的游戏 不要有任何的 这个所谓的金钱交易 但是我真实的经历就是 过去我有一些朋友 一些网友 那他们呢就是像 用一些 用一些可以加强的 一个卷轴 把自己的这个宝剑 譬如说 加到6 加到7 加到8 加到10 那通常这个 越高等级呢 基本上越难加 有的时候 你要往上加的时候 它没有过的话 这个宝物就会消失 你前面工作白练 对 那你往上加 那有的是 我听到的是最多 最多是加到十几的 然后这一支宝剑 那个时候我知道 确确确实实 它冲上去了以后 它直接卖到拿到钱 它卖了18万 这一把剑 它卖了18万台币 哇 真是好剑 嗯 那一把剑 好剑 是 店面上面这样 然后真的有人会喜欢你 然后你在里面叫做什么 哇塞 什么无敌铁金档 然后一来一见面 138公分 那那个2009年的台北电玩展 这是实际真的发生的状况 就是某个摊位的厂商 在现场拍卖虚报 那因为我们做媒体的 我们现场的人都在 都在现场 大家就这样喊价拍卖的价格 当天卖出两个装备 一个装备卖新台币23万 一个装备卖新台币36万 就我们在玩游戏的虚拟的装备 对 是 就是游戏里面的装备 是什么 也是剑吗 它是一个头盔 一个防具 我们买真的头盔也不用这么多 对 但是重点是 我的老师十八岁 重点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玩家的话 你就会知道了 那当一个很虚 一个虽然是虚拟的东西 但是它是一个角色扮演 就是说我们真实生活 我们没有办法当一个剑士 没有办法当一个大侠 没有办法当一个很厉害的法师 可是我今天可以透过网路游戏 然后我可以在里面 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这个角色 其实也就是它的 另外一个虚拟的分身在里面 所以当它有了一个特殊的装备以后 它在这个游戏里面 它会变得比较强 然后它除了可以打得赢 其他的玩家之外 它更容易去打一些网 然后掉到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呢 它自己用不到 它还可以转送卖 所以它虽然花了二十几万 买了一个头盔 但是它有了这个头盔以后 它打亡更容易 它搞不好可以赚五十万回 对 它还有一个附加价值 对 所以当然另外有一些是成就感 在现实生活当不了剑士 然后在那个里面就当剑士 那你可以名字取 叫剑仁 对啊 你就会有剑士 你就可以很有剑士 剑多事广就当 就会有剑士 对 就会有这样子的 来 这个经验的话 胡须里你常玩线上游戏 应该有过经验 对啊 因为我跟你的朋友讲就是 那个 师傅明先生 他刚才有讲到 那个第一个伺服器的成组 因为他 他还有一个 比较大家不知道的 就是他的 他 给他女朋友的零用钱 是用他的 他用游戏闭给他 对 一些保物 他给游戏闭给他 保物 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女朋友是真人还是虚人 真人 只是演玩游戏 你看 现在游戏其实促成了很多 这种夫妻 这是真的 现在这是真的 就像有很多游戏其实是 强调团队合作的 二十几个人的副本 四十个人的副本 所以通常呢 有很多很多夫妻党 都是从不认识 然后认识 然后因为互相通力合作 然后最后有了感情 然后最后结婚 志趣相投 对对对 那也有某一些游戏是 一个人就可以玩 那这种我们很多人就讲说 他是爱情破坏神 对 因为他就是 男朋友就一直玩 然后就不管女朋友 对 女朋友想说今天周末 特别穿个很性感 穿个薄纱来 来陪他 然后他就自己玩 然后不演 怎么样 今天穿得怎么样 你知道上面那些漏洞 要缝一下 不是那些薄纱 你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说玩游戏 玩到他可以用里面的虚拟币来供养女朋友 或者是装备 对 装备 然后甚至更多都是 还可以利用游戏里面追女朋友 对 很多人在里面追女朋友 对 怎么讲 因为譬如有时候就是 借由先交谈 然后要到电话 要到电话之后 就开始通电话 通电话之后 就有机会可以约出去 然后甚至你可以在里面 表现你的英雄膝盖 因为你可能装备非常好 你可以以一挡摆 你就可以表现给他看 那都是假的 哇塞 对 在game上面这样 然后真的有人会喜欢你 然后你在里面叫做什么 哇塞 什么无敌铁金炕 然后一来一见面 138公分 然后又瘦 然后戴个眼镜 然后 900多度的眼镜这样 尤其像很多勇猛的男角色 然后有 结果私底下会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 有的时候庞然 就是标形大汗 然后他玩的角色 是一个很可爱 很萌的一个小女生 所以我同次在玩现场游戏 他们都喜欢学女生的角色 取名会是像小护士 学生妹 那个走过去 大家就是丢装备给他 那你的意思是 这个人是男的 对 男生的同事 什么 通常男生玩家比较多嘛 所以看到女生 他就以为是女生 就会对你示好 那通常你如果说 用一个这个女生的角色 可以去骗装备 哇塞 小护士好久不见了 我是钢铁人 有没有 小护士约出来 见面是长白鱼那个样子 对啊 聊一聊小护士 哇我们是不是可以约见面 不行不行 我后天要当兵 对 蛤 什么意思 没有我那个 那个征召令来 是个男的 这在网路上真的都有吗 都有都有 你有被骗过吗 被小护士 呃 我上一次才被骗了一亿多吧 一亿多 游戏并 对对对 台币值多少 台币值多少 台币大概一百块不到 那还好 对啊 那我在里面 因为她是 她是借由说她很可怜 没有时间玩 然后就说她要借钱 那只是想说 认识这么久 本来一亿多算一算 台币不到一百块 你真的要骗的话 就送你好了 就给了之后 真的不见了 真的就不见了 那她已经跟士官长在交往 对 对啊 少年雨 我是之前有朋友啊 就是 她说她朋友之女生 光靠就是 就是有的女生会因为 男生会送她东西 然后可以陪她一整晚 就为了赚那些宝物 然后愿意就是跟人家出去啊 然后甚至 用身体交换 对对 宝物 真的有遇过这种事情 就是我 你这样子认识几个女生 我 我没有啦 是朋友有跟我讲 有 朋友跟你分 分用的 没有 不是分用 就是她有分享跟我讲过 好 这个是在网路上 有结交的这种 算有的是 媒合了啦 最后变成情侣或者是夫妻 有的是说想交往 但有没有说原本已经在交往了 后来变成情侣破坏了 有听过吗 天上飞 有啊 我之前就有个男朋友就是疯狂 沉迷献上游戏 然后跟她讲话 她都完全听不见 然后她也都不用吃饭 然后也都不洗澡 然后整个全身发臭 握在那里 你是空姐 对 然后她也就受不了 就分手了 可是 你跟她交往的过程 她在那边打游戏 她对你完全没有反应吗 不是 你要不要问 Coffee 和T Coffee 不是啊 她就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就呈现一个防护罩这样子 完全其他人都 无法引起她的注意力 然后我自己的弟弟也是啊 刚刚说爱情破坏神 我觉得其实 线上游戏也是亲友破坏神啊 因为很可怕 就是我弟啊 也是完全 因为线上游戏这件事情 然后非常的 就应该是说 现实生活中 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相处 然后 连家人就是在她干嘛 洗澡吃饭什么 然后她也都完全不管 然后因此还翻脸 然后跟爸妈吵架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那线上游戏 真的有点恐怖耶 而且像刚刚 那个她说的就是 有些人在线上游戏就是 可能 我觉得会不会是在现实中 就是现实生活中 找不到就是成就感 然后就在线上游戏 就虚拟成某一个角色 然后这样的话不是很恐怖吗 因为约出来见面 完全不一样耶 对 整个人生就虚掉了 其实有时候这个虚的东西 好玩就好 如果虚过头 你把它当实的 那就完蛋了 好我们节目是希望 把实的变实的 虚的也变实的 冰哥你本身是一个男性 然后老婆会玩 老婆也会玩 但是因为现在有了小孩 那老婆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那所以基本上她来带小孩 但是我会帮忙 但是就是说我想回应一下 天上飞一下 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 像这种状况的人非常多 因为我相信只要是 不管是游戏也好 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是人多的时候 就是会有所谓的社会问题 那我相信很多很多人 他因为可能或许失业 可能是因为现实生活中 他没有得到成就 或者是等等 他可以透过网路 然后去得到 短暂的一些满足 这当然是一部分的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 重点就是 玩游戏其实要很清楚的 就是说第一个 你是在玩游戏 而不是被游戏玩 那像有一些人 已经玩游戏 玩到最后 连亲友讲话 互动朋友都不要了 那这个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他需要 多看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就像我一样 那我的小孩 然后我的家人 然后我的事业 我当然我是兼顾得很好 那我有多余的时间我就玩 那我该做正事的时候 我当然做正事 那我觉得重点还是要 懂得自治 懂得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 那玩游戏千万不要备游戏玩 备游戏玩就是你 你完完全全 你的24小时都在游戏里面 你完全没有其他的事情 这样是不对 有对象吗 没有耶 没有啊 因为我们游戏公司实在是太忙 我最近好想玩游戏 都不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 就是说不管您的小孩 现在是几岁 我相信以现在的年轻人而言 他们的未来绝对在电脑里面 不会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您的小孩一定要懂电脑 我看到我朋友啊 那个小朋友啊 三岁 两岁 五岁左右 iPad啊 手机在那边 那个玩游戏已经玩翻了耶 那个我都看不懂 他们都会玩了耶 所以将来 因为你如果不喜欢 你就不会变成大人 你如果不变成大人 你就没有机会 在这个行业出人同意 所以游戏其实也是 我认为它是第九个数 因为一个好的线上游戏 它里面除了有美术 有剧本 然后有声光 有音乐 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艺术家投入 所以一个好的游戏 经典的游戏 基本上它是第九个艺术家 我希望它未来是第九个艺术家 玩游戏有玩出这是达人 有没有 这是未来人 这位是贱人 我说真的 到底游戏是好还是坏 贱人贱智 这个说法真的贱人贱智 不过真的坏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社会新闻都有看到 什么有 是不是有两帮人嘛 就为了要这个在游戏上玩 因为你砍我砍得太凶了 杀得太过分 然后就约 不能我们来PK 真的有这个对不对 真的有PK 你有遇过吗 我没有遇过 真的有这个事情 没有遇过 还有是不是说上次有一个 社会新闻什么 女朋友就受不了男朋友 一直在那边打游戏 她就好像穿着睡衣还是什么 就半夜就跑出去 对 差一点被性侵 差一点被性侵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对 对 对啊还有那个小朋友 沉迷于这个游戏 跟爸爸吵架 然后闹自杀什么的 一堆啦 但是我觉得 刚刚我觉得PK 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现场的观众 如果有做爸爸妈妈的 千万不要逃避这个问题 一定要面对 对 因为我们的小孩将来绝对是科技 绝对是电脑的那个世代 所以他们的生活逃不掉 离不开 这种环境 对不对 Iris 对 其实像我的家庭教育 就很奇怪 我从小我只要说我在玩游戏 我妈都不会来吵我 然后对 就像期末考前一天 我也可以玩通宵 然后为了要让我玩游戏 她就一直在买最好的电脑配备 妈妈以前就知道 妳会在这边上班 这衣服也是当初就买好的 六岁难一点 那个时候她好像还没有诞生 是 对 就是我大概从六七岁开始 她就会花很多很多钱 买最好的电脑配备 然后最棒的游戏也有玩 然后那时候我们还用播接的 那时候为了玩早期的线上游戏 一个月大概要花一万多块的网络费 几岁的时候 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吧 也到美国去玩 就这个差不多两三年前的事情 对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妈妈有远见 小朋友能够玩游戏 玩出一片天 玩到现在怎么样 是我们游戏公司 游戏产业里面的 领导品牌的领导人 除此之外 还可以穿这样上班 看到没有 少年雨你羡慕不羡慕 羡慕我 羡慕我 有想来应征吗 我去她家娃娃娃 你什么咖啊 你去人家公司上班 人家还不一定要 你去她家 过名其妙 我能去你家 可以啊 真的吗 结婚了没有 没有 还没有 有对象吗 没有 没有啊 因为我们游戏公司 实在是太忙了 我最近好想玩游戏 都不太会 我游戏好多问题 我待会再给你请教一下 好啊 就玩以后 对啊 只是开玩笑 但是真的讲这个游戏 产生了很多什么官夫寡妇 就是这样子 因为男朋友 顾着上网 上网的时间 比上床的时间还长 对不对 有的学生 有没有 顾着玩游戏 上网的时间 比上课的时间还长 有的做业务的 顾着玩游戏 上网的时间 比他上班的时间还长 甚至有的当和尚的 有没有 对啊 都不上乡了 整天就会挂在那边玩游戏 就玩游戏真的要适可而止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有关于 这个观众 我们的很多这个 因为收视族群 很多是妈妈 姐姐们 这个对亲子问题 特别的这个关注 那当然还有夫妻之间的相处 知道 不要一味的禁止 要疏导 疏通让他们 适当的 健康的玩游戏 你看我们这边的兵哥 玩到现在 家庭 事业 还有他本身的对游戏 兴趣 都一直都坚固了 所以我们在场 还有少年雨 胡须林 其实他们好像 在学校成绩也都还可以 对不对 所以啦 这个游戏 玩游戏见仁见智 那当然如果能够 从小就培养的话 说不定游戏还能够 打游戏 之前我们有人 到韩国参加比赛 也是得到世界冠军 为国真光 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 我觉得只要能够 玩得健康 然后玩得有意思 然后他玩得开心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多培养一些 电玩的天才 说不定他会是 下一个台湾之光 祝福大家都能够玩得 家庭和乐 生活幸福 而且玩得健康美满 谢谢大家 我们恭喜上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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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